正在地中海上进行演习的尼米茨号航母 突然发现一体苏质战机正快速逼近 随即拍出两架F-40熊猫进行拦截 两极接近时美方做出手势 示意对方离开 但驾驶苏质战机的飞去人不但不听 反而突然向美机射出一发AAR导弹 熊猫尖撞紧急转向 随后与敌机展开惨斗 各位感觉这段剧情 是不是跟撞折凌云的桥段有些像呢 没错 这是因为它确有其事 托布杠1上映于1986年 而就在5年前 F-14真的执行了一次类似的拦截人物 1981年8月18日 尼米茨号与弗莱斯特号组成的双航母编队 正在地中海进行实弹演习 19日清晨 编队中的一架E2预警机 撑着出有两架Swar战机正在逼近 随即便通知附近的两架 正在进行空中战斗巡逻的F-14上前拦截 只不过故事的结局和电影中有些不同 F-14凭借着U1的机动性 在狗斗中碾压了Swar战 仅经过一分钟的战斗 两架来起敌机双双被击落 而熊猫们则毫发未损 由于事发地点位于西德拉湾 此生第一次西德拉湾时间 U1BLR这个R咱们稍后会说到 那么这被击落的是谁的飞机呢 是利比亚的飞机 准确来说是卡扎飞派来的 如今中动局势纷繁复杂 我有时就在想 如果卡扎飞这根宇宙级脚屎棍还建栽 那他一定会来掺上一脚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非洲著名抽象派独裁者卡扎飞 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给玩死的 这个世界上的殖民地可分三六九等 英国殖民地可算是上等 独立后大概率能建立一个正常国家 西班牙殖民地为中等 独立后可能面临军事独裁统治 法国殖民地为下等 独立后战乱平仑是常态 而利比亚的运气可以说是太差了点 抽中了一个下下签 他是前意大利的殖民地 而且还经历了法西斯统治时期 完整体验了集中营制度 大规模屠杀和化学武器增压 可你说他高压吧 他又压得很不彻底 比如为了新移民开垢土地 而把利比亚人驱赶进了沙漠 但一殖民政府过于腐败和低效 大批移民来了之后 不仅感受不到做人上人的快感 反而经常被搞得倾家荡产 不得不丢弃土地逃回本土 倒毁清真室逮捕宗教领袖 本意是想要削弱伊斯兰的影响 但却令原本一盘散沙的利比亚人 有了共同反对农标 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是连绵不绝 卡扎菲便于1942年 出生在一个满门中烈的家族 其祖父是抗疫烈士 牺牲在1911年的迪利玻璃战役中 父亲也曾加入过反义游击队 不过好在卡扎菲一岁时 意大利法西斯就被推翻了 随后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 利比亚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卡扎菲童年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苦 由于家住沙漠 去镇上的小学有三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 卡扎菲经常是十里三路不缓间 从不拉下每一堂课 是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学生 艰苦生活往往令人发愤图强 1961年 卡扎菲进入搬家系的利比亚大学主修历史 随后又头皮从龙转入军校学习 军校毕业后又被派往英国 接受装甲兵与通讯相关训练 当年的那个时代 利比亚隔壁的埃及出现了一位人物 那便是该国第二任总统纳塞尔 他倡导犯阿拉伯主义 被施作当时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 而年轻的卡扎菲中尉 便是纳塞尔的忠实粉丝 他消防偶像拉朗利匹中下级军官 组建了利比亚版的自由军官团 并积极参与政治 战后的利比亚虽然取得了独立 但腐败低消的行政体系 却被延续了下来 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60代发现石油后 王氏政府将联邦制度逐渐极权化 以便更高效地攫取财富 再加上其新西方和成论以色列的态度 更加剧了与民众的对立情绪 1969年 卡扎菲上的国王出访了时机 果断发动政变 分兵两路 占领了迪利波利和搬家器的 机场警察局和广播电台 代表留在国内的王储 随即发表广播讲话 宣告其推翻了这个反动腐败的政权 从现在开始 在安拉的协助下 利比亚成为了一个自由自主的共和国 由于社会积怨已久 卡扎菲竟然没有收到太大的阻力 共计仅为一名视频商生15人受伤 可以算是近现代历史上 波威成功的下课上行动 当时许多利比亚人都以为 他们这算是躺赢了 讨厌的国王被赶跑 利比亚迎来了一位纳塞尔士的大救星 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们在简中网络上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如何富裕 社会福利如何先进 只是因为卡扎菲雄才大略 想要推动非洲一体化 才被西方阴谋推翻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政变后革命指挥委员会 成为了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这个组织由13名固定成员组成 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位 卡扎菲作为政变的发起人和自由军官领袖 战事长期担任委员会主席一职 但是把他制造在名义上 新称的利比亚共和国还是处于集体领导之下 另外那是一个常委 总是仗着自己开国圆寻的身份 对卡扎菲的政策指手画脚 这时候纳塞尔的理论就不那么管用了 于是卡扎菲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那时候的中国正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如火如荼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动 全体中国人民对毛泰亚的狂热崇拜 令卡扎菲打开了实路 他效仿老毛的红宝书 推出了一本阐述卡式革命理论的绿宝书 全书共分为三册 分别阐述政治结构 经济举措和外交政策 70年代绿宝书陆续出版后 成为了利比亚中小学的固定教材 学龄儿童每周必须花至少两小时 学习里面的内容 当然也有时可见 连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内容 必定不会有太过高深的道理 比如书中激烈批判议会和政党制度 称其为虚假的民主和人民的叛徒 主张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没有代表式的直接民主 但直接民主实际上否定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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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他主张取消公职制度 认为劳动者应该直接分享生产的成果 而非通过公职换取报酬 但缺乏了明确的激励机制和报酬制度 又导致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无法维持 他称称妇女不应该从事男性化的工作或参与政治 但缺乏了对来体现新政权对女性的解放 而设立了由一大批女性保镖 著称的亚马逊为队 供卡扎菲本人随时调遣 说到底 绿宝书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对卡扎菲的绝对个人崇拜 有了这套思想武器后 卡扎菲推出利比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取代了原先的革命指挥委员会 开国原区们就被扫地出门 而和东方大国的那个人大一样 利比亚的人大制度也在表面上宣称赋予人民权利 但实际上人人都知道 该国的所有权利都定于于尊 没了约束之后 卡扎菲彻底放飞自我 为了提高崇尚之下的忠诚度 他规定公务员考试的必搞内容 是流畅的背诵绿宝书 堪称是伊斯兰版的科举取士 他严格控制媒体 所谓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 每天都必须循环播放他的演讲 歌颂他为国家带来的繁荣与进步 他的照片和肖像 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公共场所 巨大的雕像和标语也随处可见 人们不能直呼其名 而是必须尊身其为 人命的大九星和伟大革命领袖 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局所很夸张 但与这相似的例子 我们还是能从现实中找得到的 无非就是一套变态一些的域名之说罢了 但不知是不是底下的人太会拍马屁了 久而久之卡扎飞世卉也逐渐 相信了自己绿宝疏离的那套理论 不再满足于职用其进行思想控制 而是开始将之应用到实际的治国理政之中 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那些年在其他频道看到的常规操作 我就不说了 这里来看一个特别幽默的大基建工程 作为一个地出北非的国家 利比亚的沙漠覆盖来其国土的绝大部分 利比亚的沙漠覆盖来其国土约90%的面积 许多地方的年降水甚至不到50毫米 且几乎没有永久性的河流和湖泊 水资源是极度的匮乏 而本着能定胜天的核心思想 卡扎飞在80年代 推出了一个天堂之地计划 意图从利比亚南部沙漠里的 是个大型沙烟寒水城中抽取地下水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地下管道网络 将水资源输成到北部的城市和农业区 预计该工程每天的输水量可达600万立方米 地下管道长达2820公里 有1300多核超过500米的深井组成 堪证是利比亚版的南水北调 卡扎飞称该项目是 该国事先自己自俗和经济发展的关键 是600万利比亚人民反地斗争的标志性成立 而项目的总耗值超过250亿美元 利比亚那时靠卖石油获得的财政收入 基本上都被投了进去 那么它带来了怎样的成效呢? 很遗憾 至今利比亚仍然是全球最缺水的国家 农业也丝毫没有得到发展 理由很简单 当你觉得你能战胜自然的时候 弟兄母亲都会教你做人 天堂之地的主要输水管埋在地下 但人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地表渠道和蓄水池 利比亚在夏季的温度基本上在40度以上 导致大量的水资源在尚未被利用之前就蒸发掉了 而且就像是把水运到了目的地 但由于管理和分配系统的低效 仍会导致R次浪费 利比亚农民的文化水平低 普遍采用传统的慢改法进行耕地 在干暗环境中这种灌改方式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容易导致土壤的严检化问题 进一步削弱了土地的生产力 而最重要的是 任何小学毕业的人都知道 地下水是不可再生的 设计这个工程时专家们就估算 利比亚南部的地下水最少仅能抽取60年 而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了 且这种大基建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建的时候爽维护起来难 由于利比亚本身不具备工业能力 天堂之地所需的几乎所有工业设备配套设施 都来自于国外 主要是韩国和意大利 卡扎菲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石油外汇 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终究不是问题 但怕就怕 人家根本不卖你了 卡扎菲接下来一系列的外交稍抽作 招致了各国一致的封锁与制裁 从1970年代开始 利比亚便与苏联签署协议 开始发展研究性的合计书 而到了8天年初 卡扎菲手上非洲合众国的构想 梦想一统非洲大陆以对抗西方 而一个强大的非洲又怎能没有核武器呢 于是他找上巴基斯坦 获得了离心机器素和浓缩有机素 并通过黑市试图走势原材料和核弹设计图 最终被联合国叛议制裁 而当时仗着由苏联撑腰 卡扎菲选择来应的 宣布将整个西德拉湾约320公里的范围 化归为利比亚领海 而这就招致了美帝的自由航行 开头的那一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卡扎菲显然是计吃不计打 1989年再次派出战机 试图接近巡航的美军坚挺 又再次于同一地点被美军击落 而挑战西方也就罢了 这只波是第三世界独裁者们的标准操作 只要不玩得太过火 但人们一般也不会跟其计较 但同时卡扎菲偏偏还有强烈的 伊斯兰革命主义情怀 数十年间大傻币斯特支持了 中东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 包括单部限于巴结木雄辉 和之前提到的阿明大大 最后甚至直接指使特工人员 炸毁了一架泛美航空的航班 导致270人上升 这便是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 最终在大傻币大激进 和对抗全世界的debuff加持下 利比亚的经济每况愈下 经济搞不好 人们不满要上街怎么办 那就镇压阿北 卡扎菲涉了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 检控并镇压意见者 但到了90年后期 由于贪腐的家具和财政状况的恶化 抓进去的人却没有资金管理 甚至连食物都供应不上 最后与阿布萨里姆监狱 引发了一次囚犯的大规模骚乱 作为回应卡扎菲的部队 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约有1200名囚犯被害 此事件多年之后才被披露 成为了反对卡扎菲政权的一个主要动员点 而且卡扎菲还特别喜欢搞海外警局那一套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 针对流氓反对派的暗杀和绑架行动 1984年 卡扎菲命令驻伦伦大使馆的外交人员 向门口抗议的利比亚流亡者扫射 结果造成了一名英国女警死亡 为时英国断绝了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 烧烧作导致经济杀 经济杀导致人民不满 人民不满又导致加强集权 利比亚陷入到一个政治四循环之中 而卡扎菲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西方的霸权 和非西方国家的不作为 2009年 他首次千万联大发表演讲 无视15分钟的发言实现 怒喷全世界100分钟 他讽刺安理会为恐怖理事会 并试图试会联合过显章 那一刻宇宙真理 似乎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但是那种依止气死的疯狂并没有持续太久 2011年利比亚的邻国图尼斯爆发了阿拉伯之村运动 短短数月间独裁统治变美颓翻 此时另被卡扎菲统治42年的利比亚人备受鼓舞 当时利比亚的失业率超过30% 卡扎菲为了防止游行示威的发生 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增加 但最终却适得其反 民众对卡扎菲的恐惧 逐渐被仇恨与愤怒所取代 2011年2月 大规模的示威 从东部城市贝尔加迅速蔓延 并很快转化为内战 原本卡扎菲的政府均占据武器的规模上的优势 只要步步为因诸点击破 还是有机会压制住反对派的 但怪怪卡扎菲的人员实在太差了 在稍后联合国谴责和制裁利比亚的表决中 连一项绞属的俄罗斯和中国都投了弃选票 随后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肥区 并开始打击卡扎菲的军事设施 6月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为名 前发了对卡扎菲的逮捕令 8月反对派攻入首都迪利波里 卡扎菲协家眷逃往家乡的舒尔特 在富裕网看两个月之后 这位不可一失的独宰者 从长城隧道中被扒拉了出来 多年来积攒的愤怒被人们化作仇恨的子弹向其行谢 卡扎菲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登上权力之巅 但最终也被另一批革命者拉下了权力的宝座 当然推翻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 也没有迎来和平与繁荣 转过头便开启了第二次内战 新的革命者们互相倾压 抢夺胜利的果实 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持经 他们因仇恨推翻了独裁者 但光靠仇恨却建立不了现代化国家 至于那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天堂之地工程 则因为战乱而陷入彻底的荒废 这套潜无古人的巨型烂尾工程 游离到荒漠上的窗疤 时刻提醒了人们 要警惕极权统治的愚蠢与荒谬